LALA landlord 就能有戴嗎 歡迎收看 объ人越欲 我是錫 World 不知道大家去吃版本的時候 有沒有特愛哪一道反突料理呢 但是有一道料理 我跟你講 那個直接從遠遠看到他拿著那一盤走過來 一放上去桌子上面 大家秒殺 今天太棒了 再次邀请到温国志温师傅 为我们带来这道 瓣的秒杀料理 蒜蓉鲜虾瓣条 砂糖一大匙 哈啰 师傅 几位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看到你好开心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又有好吃的 是 没错 对 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真的 就为了等你这一道 是 那等一下就多吃一点 我刚刚那个 就为了等你了这一道 是 好 今天就让你大吃一餐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们的这个蒜泥鲜虾 我们从头开始做 那这里面我们准备了这个香菜 还有我们的瓣条 好的 好 辣椒 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 白虾 我们的蒜末 还有我们的香油 蚝油 姜 还有一点盐 糖 跟葱花 好的 好 那这边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们先边说边来备菜这样子 好喔 我们把这个辣椒 好 切成我们的这个圆圈状 好 这个等一下要做 就是撒在上面做一个配色 对 然后我们再淋这个热油淋上去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是不会下锅去炒的 对不对 不会下锅去炒 OK 因为其实我每一次 对 真的我只要去婚宴 对 或者是板得 对 只要有这一道的 大家一定抢光 而且我特别特别喜欢板条的部分 对 因为板条的部分它会有那个汤汁嘛 对 它就会吸附浓浓的那个虾的那个汤汁 对 我一次可以吃好几碗 是 我好爱吃板条 因为我们一般蒸这个蒜泥鲜虾的时候 都是跟板条一起下去 一起下去做搭配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姜的部分呢 把它切一下 切成姜末 边边的皮稍微把它去掉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板条 比较Q弹的这种板条 对 台语叫做 龟丫条 龟丫条 板条是国语 那客家话叫做 免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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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趴就是那个毛巾 因为它还没切之前 就很大张 一条这样子 像一张毛巾 广东 香港他们叫做河粉 那早期的这个 对 河粉板条 最传统就是都用再来米去做的 所以它口感是比较细致 比较滑顺的 对 那因为时代的眼镜 还有一些这个 食物科技的进步 所以现在是像这种板条 切好的这种 其实都是有添加这个地瓜粉 或是玉米淀粉 会增进它的Q度 对 就是咬下去会弹回来 咬下去弹回来 就觉得很好吃 年轻人喜欢这种口感 真的 对 因为像我就喜欢这种 很Q弹的口感 对 那这边姜 我们把它切 要切很细 真的耶 我们的蒜头 蒜头的话呢 我们如果用这个蒜泥 我们一起来加下 稍微再剁一下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蒜头已经 蒜末 已经切得很细了 对 还要再切更细啊 如果可以的话 要再细一点 因为它是我们的菜名叫做蒜泥 那你的菜名假设是蒜末 就是可以再粗一点 那你的蒜 你的菜名叫蒜头 那就是整粒 那我们今天是蒜蓉 所以蓉的话 就是要把它切到很绵密这样 原来 对 蒜泥的话呢 因为现在也是因为时代进步 所以有机器打的 那如果用刀子切 它的这个时间就要拉长一点 这样子 对 蒜可以跟姜一起下去剁 这样会更好这样子 对 好 我们这样把它切成 我们要的这个泥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备用 好的 然后这边我们切一下香菜 香菜的话呢 我们取叶子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要做这个 对 也是配色 也是配色 香菜末这样子 好 这样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摆旁边 好的 那现在很重要的重点来了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虾子的部分 虾子的部分 因为这里面 虾子 就是虾子 那虾子呢 要用这种 大白虾 这个算大白虾 大白虾 那这是算20 30 代表大白虾 20 30是什么意思 20块 30块 规格就是它有20 30 30 40 40 50 就是一公斤有20到30只 像这都算蛮大只的 20到30只啦 我以为说30块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白虾的话呢 做这道料理 它的这个特殊刀法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喔 一定要学起来 这个头这边 对 我们把它这个切掉 好 然后脚这边也稍微切一下 好 那这个就不要 好 然后你要沿着这个头 对 好 压着 不要切 尽量不要切到手 剖半 剖半 剖到这个 就是最后一节 好 这样子 对耶 我有印象 就是我们在外面吃那个 板条 你把馋里把它拔掉 好 等一下这弄完之后 它会有点像跳芭蕾舞的感觉 跳芭蕾舞 对 然后这个虾头这边 它有一个纱带 也是要把它拿掉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能吃 就是会沙沙的口感 了解 这个把它挑掉 等一下使用起来会更好 好 这个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你把这个不要的 头这边不要的话剃掉 它这样 修整起来会更漂亮 然后这里面最重要要注意就是 虾子 虾子它是属于 一般是微淡水养殖的 所以你在操作的话 对 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的 退冰的时间 冲水的时间不要太久 对 你要现在要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退冰 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 好 重复这个动作 头先去头 尖尖的地方 对 然后它前面的那个 续续角角这边 对 再把它切掉 然后中间剖拌 是 好 再把肠里这些弄掉 那个我们是板的那个师傅 也是一只一只这样处理 真的 它这个可以 因为我们在节目上面 这个可以排三只这样子切 那你怎么 好想叫你示范一下 对 一次三四只直接切 因为跟我瑞稿的人 她说我们时间不能太快 所以不能一次煮太快 你看啦 莉莉 对 就没有办法看到师傅表演 对 而且它切完了才说有没有 是 好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 这样稍微切一下 它的那个 其实这个很方便 很方便 好 来 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酱汁 我们来调一下酱汁 好 这个酱汁学起来就不得了 对 好 酱汁的话呢 我们这个蒜泥 这样子一二三 三大匙的蒜泥 蒜泥三大匙呢 我们这边加蚝油 好 蚝油这边 是 一大匙 一大匙的蚝油 一大匙 一大匙蚝油 我们把它加下 这个要学起来 加蚝油的话呢 它的风味跟香气 跟鲜甜度也会比较好 那你也可以用酱油膏也可以 对 那酱油膏的话呢 你要加的这个 我们这个香油 好 就可以要多一点这样子 如果是酱油膏的话 香油就要多一点 对 为什么啊 就是它的风味会比较好这样子 好 然后加一点 二砂 糖 大概 一大匙 一大匙 好 那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好 来 那我们现在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 那我们来组合一下 好 组合 这么快就可以组合了 对 我们要下去下锅下来蒸 来 这边呢 我们用这个盘子来做 好 这个盘子下面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蒸的 这个下去蒸 蒸完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成品盘 你成品盘要用这个吗 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板条 把它先铺在盘底 对 那这个板条的话呢 我们一般买回来 它其实在制成上面 都已经有加入了油了 所以它的这个 就比较不会沾黏 好 好 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虾的部分 放到我们的板条上面 好 那你要这样摊开来 摊开来 好 你一支 你感觉不到它的那个美观 这样子 第二支 它就有点像那个 就是张开 好 那切这个刀法呢 它有三个好处 对 第一个呢 我们的虾肉向外扩张 好 然后我们这样子 淋在上面的时候呢 它比较容易吸附汤汁 对 好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摊开之后呢 它的熟成度加快了 就在五六分钟就蒸熟了 对 第三个呢 我们这个好处是 你看这个张开之后 它就有一个视觉效果 对 就觉得比较美观 很漂亮 对 对 因为这个是那个一道板豆菜 是 那因为板豆 其实大家就是要比较快速的 对 因为这个是那个一道板豆菜 是 那因为板豆 其实大家就是要比较快速的 对 所以其实像今天师傅教我们的这个刀工 就可以很快的让这个虾子熟 对 然后就是也那个酱汁也可以很好的 拔护在上面 是 都有它的用益在 是 来 齐慧帮我们闻一下这个蒜泥汁 好喔 这个蒜泥 好香喔 对 蒜泥的话呢 因为蒜泥蒸虾呢 这个蒜泥呢 要用这种生蒜 生的蒜头 就是没有 不用炸过的 因为这个生蒜的味道会比较浓郁 浓郁一点点 对 好 好 那为什么你看我们这底下铺板条 最主要你铺板条 你这个蒜头大家蒸碗的那个风味 就会全部渗到我们的板条里面 好 那我们在食用这个板条的时候 就觉得味道很够 好 那这个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锅中 这个容器里面我们再加一点水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加了这个水 这个大概两大匙的水 你把这个剩下的蒜泥把它 会不会 然后呢你要沿着我们的盘圆 把它倒下去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板条会吃水 对 板条会吃水 所以你加了一点水在下面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蒜 刚刚那个味道 剩下去的时候板条也不会太咸 好 那我们这样子呢 把它放到锅中里面 给它盖上锅干 好 这样子 蒸大概五六分钟 你看这个热气 就是它水热滚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虾摆上来 那瞬间很快速 你看这个虾就变红色了 这个虾子就会很Q弹 鲜甜柔软非常美味 对 我已经迫不及到要吃了 那这一道的板条啊 它的应该说它的发源地 是台湾的那个嘛 客家 这是客家米食文化里面 很经典的一道传统的一个米制品 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就是板条 是因为例如说要去早期的农业做工 有饱足感吗 是 是 不是应该是说在客家的这个演变 迁徙文化里面呢 就是客家人是非常勤劳的 所以它在种植这些米 因为米是主要的主食 那因为客家人非常勤劳嘛 所以他会把各种那个米下去磨成 就是磨成浆之后 然后把水分榨干 压干之后呢 去把各种做成各种形状 好 比如说糯米做的摊圆 好 再来米做的这个 我们半条 还有菜包 全部都是米制品下去成型的 原来如此 对 好 那既然是来自于这个客家 是 很重要的一道料理 是 那我一定要好好带来一首 由我们的客家一哥 大牛哥 是 对 大牛哥的这条歌 好 什么歌 这条歌我那边 生母的演讲 对 生母 你会唱吗 会唱的大家聪会来唱 好 来 生母的演讲 送给大家 生母的演讲 好 水去的白白 紅紅的小水 也唱哪會講話 算 對 這首歌好經典喔 因為講到客家歌手 除了羅時豐 羅大哥之外 還有我的好朋友 朱海君小姐 他們就是美濃嘛 那邊客家庄就覺得很棒 好喔 那我們這邊也大概 是不是可以再稍等一下下 這個已經差不多四分鐘了 四分鐘 已經變紅 因為鮮鮮度很夠 所以蝦子會呈現自然的捲曲 對 而且我發現它也有 一些水分跑出來對不對 原本沒有那麼多水 是 因為這邊有一個透氣孔 水珠越大顆 熟成度越快 好 這個時間再一兩分鐘 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來吝杯一鍋 我們要來蔥油 蔥油嗎 對 就是要淋熱油 那這個油淋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我們這個油淋在我們的 這個蔥花上面的時候 它上桌會有一個 特殊的一個香氣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淋熱油呢 會把我們的這個上面 跟我們的這個食材 融合的這個味道會更融合 對 因為原本是用到那個生蒜 是 那如果你在用這個 有點像是在把那個蒜頭 稍微炸一下的那個感覺 對 好 這個時間六分鐘到了 好 那我們怎麼看它好了沒有 對 怎麼看它好了呢 來 好香喔 有嗎 有這個感覺 蝦子很新鮮的味道 而且那個蝦子 立正正好耶 對 立正正好 對啊 那我們怎麼看它有沒有熟 其實很簡單 剛剛我們貼蝦子跟蝦子 貼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這樣黏著的 對 好 那它熟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每一個蝦子 它其實都已經 就是有一個距離 對 就是它已經熟了 就Q起來了 真的 好 然後這個每一個 最深的這個地方 它這個蝦都已經變白色了 這樣都代表有熟了 對 就是熟了 好 那我們把它取出 好 我們要來淋熱油 對 好 來 準備淋熱油了 對 那這邊 我們淋熱油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蔥花 就要蔥花都要先撒上去 蔥花跟辣椒 好 對 好棒喔 對 這個就是 跟餐廳的那個會一樣 一樣的 它這個香菜 好 撒在上面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熱油淋的這個狀態呢 就是我們要看到鍋圓 要有一點冒煙 冒煙 好 要這個熱度才可以 已經開始慢慢在冒煙了 冒煙了 對 那也要滿高的溫度 要大概兩百度 兩百度 好 兩百度 好香喔 我光站在這邊聞 那個 天啊 這個蒜泥蒸蝦呢 是越新鮮的蝦 越可以襯托蒜頭的香氣 香氣 對 我現在就是聞到了 那個蒜頭的香氣 好濃郁喔 對 空氣裡面的 蝦子的那個鮮美味到 跟蒜香味就會很濃郁 對 好 這個溫度就差不多了 就是鍋圓 鍋圓冒煙 冒煙 好 這樣子 冒煙 夠熱了 對 然後我們如果領的話呢 就是用一個乾淨的 沒有水的這個 好 這樣子 有沒有 就這個視覺效果 就會比較好 好 淋在上面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的蒜泥蒸蝦 就 粄條完成了 完成了 好的製作大缸 首先將辣椒切成圈狀 從切成蔥花 將去皮切末 再倒入蒜末一起剁細 香菜葉切末備用 蝦子切去蝦嘴 頭部蝦虛 接著沿頭部剝拌至最後一截 去掉長泥 蝦頭沙袋備用 蒜漿末中加入蠔油 紹興酒 砂糖 拌勻形成醬料 盤底放入板條 擺上攤開的白蝦 淋上醬料 再將醬料烘完 加水沿盤子邊緣倒入 整盤放入水滾的蒸鍋中 約五分鐘蒸手取出 撒上蔥花 辣椒 香菜 另起一鍋加熱食用油 至鍋圓冒煙 淋入蒜蓉鮮蝦板條中 就大功告成了 蒜蓉鮮蝦板條 然後我已經夾了一堆的板條了 是 這很厲害 是不是要加點湯汁對不對 因為這個要有一點湯汁 這個湯汁的話 其實不會太鹹 就是讓它被板條吸附這樣子 對 這個板條 我太開心了 這個是屬於Q的板條 對不對 Q的板條 因為這個板條的話 它是可以咬很久 好好吃喔 而且因為我個人很愛蒜的 蒜頭 對 因為這個蒜其實它蒸過之後 其實沒有那麼嗆味 但是香氣跟整個鮮味全部都有 然後因為這裡面我們加了紹興酒 它的香氣也會比較濃郁一點 好好吃喔 對 我想不出來什麼其他的天花亂墜的形容詞 是 但就是很單純 很單純 然後每一個食材 就是特別是因為這個是蒜蓉嘛 是 蒜蓉的味道很強 對 但是不會是那種太過嗆的 是 板條超Q 而且但它不會Q到那種 咬不斷 咬不斷 它不會喔 不會啦 好好吃喔 是 你要不要試一下蝦 要我要試蝦 但我現在有點 想要一直吃吧 我現在在錄節目 對 不能這樣子 要試蝦對不對 試一下蝦 因為這個蝦 我們今天這個很用心喔 一般我們這個買這麼大隻的蝦 你看這樣 你這個蝦肉跟蝦殼 這樣子就很容易把它挑開來 對 挑起來 它很新鮮 所以它就很容易就 很新鮮 對 挑開來 對 這樣子這個食用 食用起來也很方便 國製 我每次只要吃到好吃的 就是覺得 這個 好好吃 而且蝦子很好甜 對 有新鮮 很新鮮 而且是Q彈的 對 而且這個蝦呢 你盡可能 因為三十四十規格 就是算那個大隻的 對 因為一般我們市面上 買到二十三十 其實沒那麼容易好嗎 三十四十 再很多的通路都買到 那這種二十三十的體型 比較大隻的蝦 特別適合拿來做蒜泥蝦 它的口感上面呢 就很Q彈 而且我覺得不管是它的那個 我覺得那個湯汁 對 完完全全是一個大量點 是 不會太鹹吧 不會太鹹 對 然後微微的甜 就是整個 在我嘴巴的那個平衡 的那個平衡 超級好 是 而且因為現在人 比較不喜歡吃 太重口味什麼的 太鹹的 對 但它是很清爽的那一種 很清爽 好 我要留著等一下來吃 是 這太棒了啦 真的是堪稱為 溫國製版的 秒殺 鮮蝦本 是 太厲害了 好好吃喔 今天這道料理呢 你學會了嗎 如果還沒有學會呢 可以上我們 越來越好吃的粉絲團 以及Youtube頻道上面 都有詳細的食材清單 以及做法 更多精采節目的內容 請繼續鎖定啦 真的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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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